開公司一定要是滿三個月之後換成職業駕照 一台一台去問 要找頭路人在幫救車頭 看能夠找到適合的機會 尋找到一台中立有生活頂帖 有獎金 只要歸歸訓練 交通部跟業者都有抬上去 只要一個月薪水最少5萬 獎金又最少2萬 一天24小時 你說他多少小時在這個活動 十七十八小時 各位都沒那麼高了 這怎麼可能 我覺得薪水不是重點 上班短薪水少沒關係 因為這個以往 職業大科車的駕駛 他要先拿普通大科車的駕照 滿大概三個月才能再考職業大科車 現在因為駕駛缺炎嚴重 所以我們會先從有小駕 等於說有小資科駕照 我們就開始培訓 大概會培訓半年 找人條件現在也比較方便 國公客員對疫情進行 一千兩百四季 現在存870個 所以有免費在這訓練 收婚的時候 省外頂貼2萬7千4百尺 一個月平均的月薪7九九萬 還有最九一的獎金 也會得到另外領六萬 中等到的駕駛人客運 差不多欠兩聲的卡手 還有剩下 一個月休六天 平均的月薪7九九萬 中興 公華 新北客員 三個獎金 省金上購各半月 一個月上購休五天 大家都在唱人 我還是需要能夠再多招募 至少兩三千位 招募活動裡面 其實包括訓練費用 還有訓練期間 因為沒有收入 我們還有生活今天 交通報告六月 從八月二十四開始 介紹250人 其中在國公客運 就30個人上賞 業者都提出福利 生存人才說 民視新聞 代表不得